大家好,我是小豆 跟我下班啊 今天咱们到去年经常来的这个地方 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反正去年的时候这边大火情多的 到这边过来 应该是受台风影响吧 这边风情大的,而且都要下雨了 来玩的人还是挺多的 还有十千八千的就开海了 准备找一份渔船上的工作 先去试一下 赚两千看看去会计公司那边先请几千架 在渔船上面赚的多吗 因为出海吧很危险的 家里人一般都不同意 就是我们这一辈 再去出海干那个捕鱼的工作 但是吧,生活不易啊 没办法有时候不允许你 敲三解四 到晚上咱们就到这边过来 漂亮不? 嘿嘿,就是这个地方 桌子系啊 这应该是退皮的啊 退完的皮的是 这地方有螃蟹啊 看有 这边都被人扫到了都 哎呦 哇,好大一个桌子系啊 哦,可惜死掉了 这个桌子系得半斤 不要了 不要了 去年的时候这边这个海线特别特别多呀 今年 也没怎么来 飞 在这里以为我就看不到了 俩货 哎呦,这个飞 来到海边的时候这些礁石碳泥塘一定要走下 走着走着啊 走着走着啊 这不又俩吗 一键双胶 锁了 这个地方好累啊 太多了 一键仔细看 仔细看 顺着这种水流找 就能找到海线 记得去年就这样 顺着这个地方找 同学特别多 谁的小奶瓶啊 看这边 这什么鱼苗 哎呦,这鱼苗这不是 搁钱了,还活着 看 快躲吧,躲吧,躲吧,躲吧 看这边 这好像不是海螺啊 小八爪鱼 好小一个 不用了 风好大呀 哇,这啥 哈哈 哎,哎 小白嘎了 看这里 哎呀,真的好像差点错过 这个棚下 这肯定是个火的 窝在沙里面的 看,周围 哎呦,哎呦呦 还没反应过来 来了,哈哈 哇,这个大钳子 哇,好大一只做的鞋 你看,看这个 有多大 呃...啊... 呃...啊...夹死我了 看 都是男同胞对不对 干嘛这么凶啊 半斤 这啥 哎呀妈呀 嘎了 这不又来了 啊 这个 哎呦哎呦 毒壁的 这个受伤了 快死了吧 哦 哦 有球鱼进去了 嘎了也大鸡石楼也大 吃嘎了 因此之前最后一口饭 看前面 哎呀 这只做的些不朽 哎 哎 看 哇 好大 可能是因为有风的原因 今晚海鲜太烧了 回来了 都睡觉了都 洗手了今晚上没在家呀 这 把几个螃蟹先煮一下吧 别的可以明天再弄 醒一下 像我们这边把吃这个做的蟹都是 用水煮一下基本上都不蒸啊 熟了闻着味儿的 哦 太棒了 熟了啊 给大雪留着吧 他比喜欢吃螃蟹 明天他回来以后 让他吃 睡觉了 似乎不走了 喜欢下一个视频的 可以在下方关注我一下 感谢了 拜拜